欢迎大家收看今集,我是叶兆熙 我们会看的就是Suzuki第四冊里面的第四首 Vivaldi 所写的《Concerto in A Minor》的第一乐章 第一样东西,Phrasing 你没有Phrasing的话,拉这首歌 你拉得适合的音,适合的字 是一点都不好听,是不有趣 你要记住,这首歌是Vivaldi 所写 虽然当时没有意大利国家 但是他们的性格应该在那个时期都已经有了 大家想起意大利,可能会想起意大利的跑车 意大利的设计,是很有自己的风格 你如果把他拉得适合的节奏 拉得适合音准,是最闷的一件事 我想如果你拉成这样,你在意大利是会被人扔番茄的 其实一开始,如果你做到这个Phrasing 那些观众是想不听下去都不行 连续四个音,很简单的写法 但是如果你能够放Phrasing进去 立即令整首歌都不同 反过来说,如果你没有Phrasing 人家听头的四个音已经不想听 因为人家听到的是原来四个一模一样的音 第二件事你要做的就是节奏 你看到很多这个节奏出现的整首歌 你一定要分清楚半拍和Semi Quaver 尽量强调他们的不同 如果你的半拍是用得不够多功 但是Semi Quaver又用得太多功 在视觉上,人家已经不想看下去 然后就是因为你这样拉 出来的效果就会变成 我想问一下,你能否听到哪一个是Semi Quaver 能否听到哪一个是Semi Quaver 其实这个节奏本身已经是很刺激 但如果是Semi Quaver 立即好像很难 其实所有这些Semi Quaver都有这个character 记住不要小看吸气 我们怎样可以拉得似 怎样可以保持那个动力 那个momentum 如果我们没有一下吸气 出来的那个第一个音 太多功 不应该是多功的 应该是 1&2& 1&2& 而这一下吸气 也很重要 不是立暖吸气 不是 是 是 你的吸气 必须要等于一个Semi Quaver 不要在调调上面写的tanutal 那一个音应该是最小的声音 我自己觉得 重要的音不是 第一个小节第一个音 而是 那三个Semi Quaver 如果我们想达出 这三个Semi Quaver 那这三个Semi Quaver的前面 那个音 就要小一点 不用怕小的头 不要紧 小到听不到都不要紧 最重要 我们想听的是 要有点小Crescendo D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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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用弓的地方不对的话 是不是会拉不到呢 不是 但是会拉得很吃力 如果你在中弓 甚至在弓筋拉 是不是拉不到呢 不是 但是如果我要 你看看我之弓这么长 我要做这么急速的换弦 其实是难的 那为什么不容易一些 在上半弓 或者弓尖去做呢 就算小声到 都要有一种 有种刺激在里面 你要当自己在一辆意大利跑车里面 就是 靠的是什么呢 不是我们自己数 要加快 要加快 不关加快 而是那些 Semi Quaver 你的Semi Quaver 如果一多弓的话 就已经不用拉下去了 只要其中一个Semi Quaver 是多弓的话 Game Over 有时候 你未必一下子知道 应该用弓的哪部分拉是最对的 但是你可以比较一下 到底 其实弓流下去 都是那几部分 弓筋 下半弓 中弓 上半弓 弓尖 其实会很明显的 你应该很容易找到一个地方 是最 就是运功是最自愈的 比如刚刚这一道 应该是在 保持在上半弓 或者弓尖都可以 60到64 其实都幻众比较直接 因为每一拍 大家都看到有Action 顺着去做Action 分到Action大声少少 然后其他不重要的音 重复的音 小声很多 但是 65开始 第一二拍是一件 第三 第四拍是一件 然后再加上 String Crossing 在这里会很容易乱 不要试试用神去听 我现在自己在拉什么 只要你有一刻 是这样 你就不会去听过 这个phrase 你只会变成听一个音 你应该听到 保持小弓 我已经错了 我正在想第二些 已经错了 再来一次 我想到什么 就是 我想到第二拍 第四拍的 那些Semi Quaver 我想把它拉得 是否要拉得不同 是否要长一点 是否要温柔一点 One and Two 1 2 1 1 2 3 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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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